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筷子的意思 后面这个で呢 是用来表示方法工具手段的一个助词 也就是我用筷子 那后面呢 这个ご飯を食べます 那其中这个 呃什么什么ます 代表的是动词的飞过去的形态 不过我们这边注意一下 这边的飞过去的形态呢 我们从语意来看的话 应该是可以归类为第二种的 表示习惯或者是长期行为的一个功能 好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 我们就可以翻成 我用筷子吃饭 因为我们从这个一般的逻辑来看 应该不会有人 就是说他某一天他突然发神经了 突然说呢 我从今天开始 我应该说我从接下来开始呢 我要用筷子吃饭 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即使有也比较少 所以我们才会解释说呢 这边的一个飞过去的 这个什么什么ます的一个事态呢 它是一种习惯 或者是长期行为的用法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 私は英語でメールを書きます 好我怎么样呢 英語で 这边的で跟刚刚前面一样 代表一个方法工具手段的一个助词 所以我用英语怎么样呢 メール 就是这个电子メール的一个缩写 也就是电子邮件的意思 那原本是电子メール 电子就是电子 那メールを書きます 那这边的書きます呢 它也是飞过去的时代 但是呢 我们这边就要说一下 就是说这边的飞过去的一个功能呢 可能是表示未来或意志 就是我要这么做 当然也有可能是习惯 或者是长期行为 我可能长期都用英语来写 邮件也说不定 所以呢 这个飞过去的一个功能 到底是哪一种 我们有时候要从一些这个语意 或者是逻辑来判断 所以我们这句话的 这个可能的翻译呢 我们可以翻成 我用英语写邮件 或者是我要用英语写邮件 如果今天是一个未来 或者是意志的话 当然你可能加一个要 我要用 当然如果今天是这个 长期的行为的话 你可能就单纯的说 我用英语写电子邮件 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句 こんにちは は中国語で 你好です 好所以こんにちは 怎么样呢 中国語で 这边的で呢 当然表示方法工具手段的意思 也就是用中文 那用中文会变成什么呢 你好 所以你好です 所以这整句的意思就是说呢 こんにちは的中文是你好 那我们这边顺便跟同学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啊 比如说呢 你这个突然跟日本讲话 或者是你第一次遇到一个 新的日本朋友 好那我们今天讲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 比如说你真的万一啦 万一突然忘记了 这个日文的这种 こんにちは 就是日文的你好 叫做こんにちは 你忘记怎么说的时候呢 该怎么办 好其实这个时候呢 你就直接讲中文的 你好 就可以了 就好了 为什么呢 我们跟同学讲一下 其实日本人呢 几乎啦 只要正常的日本人 他一定会两个中文字 就是他一定会的 一个就是你好 一个是谢谢 基本上呢 只要是正常的日本人 应该是没有人不知道的 所以万一啦 你今天真的不知道发什么神经了 太紧张还是怎么样 真的忘记 こんにちは这个说法的话呢 那你用中文讲 你好 其实对方也是听得懂的 我们这边顺便简单的提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句 所以我怎么样呢 后面这个你呢 是表示一个对象的一个这个助词 那年がじょうを 那这个お呢 表示这个受词 也就是前面年荷状 年がじょう也就是这个 荷年卡的意思 所以这个荷年卡呢 作为あげます 这个动作的一个受词 那あげます呢 是一个这个受受动词 他表示的主语将实体 也就是某个东西 来给予对象 也就是给出去的意思 好那记得后面 他是mas 是飞过去的时代 所以是要给 然后还没有给 好所以我们这句话的中文 就可以把它翻成说呢 我要给朋友荷年卡 好记得哦 你千万不能翻成给了 因为mas 是飞过去的时代 所以你可以翻成 我要给朋友荷年卡 好那像这边我们说 这个あげます呢 他是属于一种 这个受受动词里面的一个实体受受 就是呢 もののやりもらい 真的有一个实体的这个东西的一个这个 呃给予 好所以相关的单元呢 可以请同学参照我们 辅助学习系统BC084这个单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私は彼にプレゼントをもらいました 好所以我怎么样呢 彼に 这边的你呢 也是表示对象的一个这个助词 那プレゼントを的这个哦呢 还是表示受词的意思 最后这个もらいました呢 这个もらう这个字呢 もらいます 它是主语从对象获得实体 基本上就是收到的意思 那因为往后面变成ました 所以是收到了 它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实态 所以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翻成说呢 我从他那边收到了礼物 我们这边中文没有写 但是你可以加一个了 收到了 表示一个过去的实态 那跟刚刚前面是一样的哦 就是说这个呢 是属于受受动词的这个实体受受的一个表现 它可以到相关的单元去做复习 好我们看下面这一句 もう切符を買いましたが 那前面这个もう呢 它是一个副词哦 表示已经 也就是状态已变的这个意思 好那切符哦 这个汉字写成切符 切符 也就是这个票券的意思哦 那買いましたが 后面这个か我们复习一下 它是表示疑问或不定的意思 那加了一个か呢 在句尾就变成疑问句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 已经买票了吗 因为買いました是过去的事态哦 所以记得加一个乐 我看下一个游客 那么有点赞的钱 叫赞的赞赞 但是赞赞 的赞赞 须撒 还有赞赞 那还有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